Hello,大家好,我是小青,我现在在湖北广水映山 待会儿我在这边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商聚两肉的铺面 现在去他们的营销中心问一下 这一期里面还有一个分期来卖的,这一期已经卖完了 就三期这边的是住房,还没开始建设 对 每时休闲城,步行街,商城这个样子的全部都是三期 就比如说我们的生活配套全部都是在三期的 这十二米的主干道,如果说像你买了纯投资 纯投资你可以买十八栋,买这个位置 十八栋 对,这是主干道直接进去,这两边已经买完了 它背面有,但是这一栋它全部都租出去了 有,等会儿我把四米和四米五的那个纯毛批房 然后带你去看一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区别了 这个是一楼的一个样板间,看一下 这个是西日间,这个是餐厅 这个是二楼的一个黄间 这边也有一个卧室 这个儿童房 好吧,去上面吧 这个是三楼的一个顶层 说的是这个是十八栋的,这个门面的位置在背面 然后这个在这个第二个门面往下走 这里都是,这一栋全部属于十八栋的 这个它是四环的 然后马路对面那边以后也要 前三年辟邪给你们 对,因为我前三年,反而你三年辟邪 这里就是他们未来开发的四期三期跟五期巨皇 加那个美食街以及休息娱乐的这块地 这个地还没有动工 两边全部都在修路 下面这个就是他们的二期 这里打架子的是他们的二期 下面的建好了的是他们的一期 刚刚我从寿楼部出来了 刚刚那个美女也带我来这个一期的 他们这个门面的地方全部转了一圈 我现在又回到这个卫室店来了 但是我现在再转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全部都是他们的一期 但是这一期的主要做生意 以建材为主 全部都是建材 这些颜色的他们说已经全部租出去了 但是在卖的铺面的话 只有少数几个铺面已经在清盘 待会我走近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场地非常大 总共有商铸两用的 就是一楼的门面有六米 六米的话二楼的有三米六 然后三楼的有三米 然后相当于一楼可以做门面 二楼可以住人 刚刚我拍的那个样板间 就是二楼跟三楼可以住人的 它就是商铸两用的 它的产权是40年 再建门面 二期的这个门面的话 大概是他们规划的说是做契波城 也就是做大型的汽车 4S店各种品牌入住 这边的是一期 一期的话全部做家私家具 然后它这个铺面的话 这是他们给我散的一个价格 然后他们是有几种政策 然后有个三年缓周 21% 就是说前三年给他们帮你打理 然后是大概周金可以达到15万 然后还有第二个政策就是交2万 可以抵10万的装修 然后他还有第三个政策的话 就是终身托管 就是那个铺面给他终身托管 按1比9的比例 就是说你一年周2万 你他周2千 你拿1万8 就终身托管给他 这个商铺你不用管 你就直接做到收租金 但是整体来说的话 还有一个回报率就是10年回购 就是你10年之后这个铺面 你觉得不划算 他可以帮你免费的收租回去 就是说按照你现在的价格 71万的原价给你收回 这10年你不要你tag他 你还可以收回71万 相当于你买的时候花46万 但是你收回就是71万 相当于你这个铺面 已经赚了38万 他这样给你散 反正这等等原因 给我散出来的话 就非常的诱人 但是我对这种商铺两用的话 这个铺面 我还是有很多疑惑 不是很了解 希望大家如果说 对我今天所介绍的这个铺面 如果有什么更精准的 或者是有什么毛利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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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